四周还有许多尚未法则之力枯竭 身死倒消的修士 随着神道印的力量不断减弱 再也顾不得什么身份种族之类 皆是放下了各自仇恨 纷纷挣扎着朝这边集中了过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小瓶上暗淡的五色光芒终于再次大亮 他们竟然硬是凭着这小瓶仿造之力 暂时抵挡住了那灰光的吞噬 蛊惑金尖壮淡淡一笑 直迷不悟 说吧他双手一擎 两道金色光波从他掌心不断地涌出 朝着高空狂涌而去 那团巨大的混沌漩涡被金光搅动 里面涌出的灰光越发强大 朝着李元鸠等人不断地压迫过去 小瓶上的五色光芒立刻被全面压制 不断缩小起来 宛如黑夜中一点营火 糟了 顶不住了 孟婆一声惊呼 众人被逼得连连后退 李元鸠也忍不住叹息一声 自己的辛苦准备终究还是不抵古霍金的深谋远虑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变陡升 只见高空之中 古霍金的身后虚空内忽然一阵空间涟漪波动 从中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银色符文 紧接着便有一座银色的虚光大门 木地打了开来 古霍金瞬间便有所感应 眉头一皱 收回一只手掌朝着身后猛然拍去 其掌心当中 金色光芒暴涨 化作九条金色蛟龙 猛然冲向那座大门 在那道银色光门之中 它忽然涌起了一片暗红的光芒 也如潮水般狂涌而出 瞬间与那九条金龙冲撞到了一起 轰隆一声暴凝啊 那道银色光门轰然炸裂 虚空中只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空间 轰动久久不见消逝 几乎同一时间 古霍金身前身后分别闪现出一道人影 一个握拳的一个地掌朝着他打了过来 古霍金必无可避 身上金光暴涨 周身之外一道如同法相般的金光人影 骤然浮现而出 笼罩住了他的身形 替他承受了这前后夹击 只听到轰的一声暴露 那金光人影猛的炸裂而开 从中 样荡起了一圈巨大无比的金色云环 朝着四周扩张冲击而去 直接将那偷袭的两人逼退到了百万里之外 金色云环逐渐地消散开来 漫天云气化作星星点点的金光消失不见 古霍金的身影从中显现而出 胸口处剧烈地起伏着 嘴角挂着一丝血迹 竟是受了伤 古霍金一手保持催动大振的姿势 一手抹去嘴角血迹 缓缓地说道 居然是你们 李元秋等人顿时觉得压力一松 也忙纷纷朝着那突兀出现的两人望去 这一看呢 众人竟是纷纷露出震惊之色 只见那里两人不是别人 赫然正是之前 已经被古霍金抹杀掉了的魔主和轮回殿主 他们二人身上各自笼罩着一层光芒 竟是能够抵挡这大振的亲事 身上并未有法则之力外溢而出 轮回殿主眉头一条问道 很赖古道友对我们二人重返 似乎并不意外啊 世间有三大至尊法则 你们二人虽然没有站到各自大道的顶点 可终究是紧跟我身后的两人 若真是那么容易对付 倒也叫我失望了 只是我有些不太明白 你们那两句假身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我竟然也未能看穿 魔主开口回答 在下有一同胞足弟 名叫石空姐 他的傀儡法则是当势至高 全力制造出了融合我们二人法则之力的傀儡 能够瞒住古道友 倒也不无算稀奇 原来如此 之前一直以为你们兄弟不合 你早已把他朱杀掉了 没想到竟是你们各自导演的一出戏罢了 哼 铺沉这么久 倒真是煞费苦心呢 魔狱 原本气势恢弘的叶阳城 已经毁去了大半 先前那场以卸道人为首的叛军 以魔主为首的正统之间的交战 实际上打得十分惨烈 任何一个经历过此战的人 都不会认为那一场是演出来的戏 事实上啊 战争之初的确不是在作戏 甚至魔戒的那场战斗前期 也不是作戏 那是两方打生打死 即将要与死罔破之际 才有人出面 那带着一个足以让他们停战的消息 阻止了决战 这个人自然就是轮回殿主 而这个消息自然就是古霍金的阴谋 此刻在魔宫深处的一座密室当中 一脸苍白之色的邪道人 正盘膝在一块蒲团之上 其浑身气息低微到了极点 更加害人的是 其左半边身子从肩头到小腹的位置 此刻竟是消失不见 融入到虚空当中 这显然是过度使用傀儡法则之力 被天道侵蚀的结果 在他身前不远处 石川空正束手站在一旁 满脸的忧虑之色 先前谢道人从轮回殿主和魔主身上抽取法则之力 来制造那两具傀儡之身的时候 他也在一旁观看 那个时候 谢道人虽然也受到了天道侵蚀 但是远没有眼下这么严重 可就在前不久 正在打坐调息的谢道人突然身受重伤 天道侵蚀的状况也陡然间急转之下 变得越发严重起来 片刻之后 谢道人忽然长出一口气 缓缓睁开双眼 石川空见此 连忙上前一步 谢道人见得神情十分凝重 开口说道 你不必担心 之前的傀儡之身毁灭 我受到反噬而已 叔父 那边情况如何了 一言难尽啊 谢道人摇了摇头 就在这个时候 虚空中忽然传来一阵古怪的波动 他们两人身上 同时有丝丝缕缕法则之力外泄而出 如同丝线一般被牵引着飞入高空 石川空心中一惊 这是 谢道人神色变得越发凝重起来 古火镜开启大阵了 那便情势不妙了 狱外虚空当中 韩丽带着金铜 两个人身形如垫顶着天外刚风 飞速几尺 他们原本想从那些 尚未关闭的窗口进入某个仙域 再通过仙域内的传送阵 前往中土仙域那边 结果发现啊 不知为何 那些通往中土仙域的 甚至是通往中土仙域附近的传送法阵 竟然无一例外 全都无法运转了 一番尝试之后 韩丽决定带着金铜 像当初月缅带着他们穿梭域外一样 直接从域外空间赶往中土仙域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